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 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一要深刻领会过去五年工作 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 充分认识到取得这些成就 最重要最根本的 是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掌舵领航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引领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坚定紧跟核心 奋斗奋进的政治自觉 二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胸怀两个大局 心系国之大者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 不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吉林落地生根 推动吉林各项工作 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三要深刻领会 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使命任务 聚焦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科技创新 保障粮食安全 着力改善民生 维护安全稳定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彰显吉林担当 做出吉林贡献 四要深刻领会 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 旗帜鲜明讲政治 优化功能强基层 毫不松懈转作风 标本监制反腐败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向纵深发展 武要深刻领会 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同心同德 建功立业 景君还强调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我们要原原本本学 全面系统学 带着信念 感情 使命学 真正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吉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今天吉林代表团在驻地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 十九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 和党章修正案 传达了王沪宁同志 在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上 关于党章修改工作的说明 代表们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 高举旗帜 蓝图红伟 路径清晰 催人奋进 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 真理光芒的刚领性文献 中央纪委工作报告 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新时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行动指南 党章修正案 反映了全党的共同意志 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是统一全党思想行动 凝聚全党智慧力量 激励全党团结奋斗的重大举措 大家一致表示 坚决拥护完全赞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央纪委工作报告 和党章修正案 张春贤 景俊海 韩俊等代表参加 景俊海代表说 回顾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 事实雄变证明 习近平总书记 是新时代强国之路的开创者 民族复兴的领路人 亿万人民的主心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两个确立是时代呼唤 历史选择 民心所向 是党和国家之大性 中华民族之大性 党章修正案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谦虚谨慎的政治品格 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 坦荡无私的政治胸襟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 军队统帅的远见着实和历史担当 我们必须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更加自学地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更加自觉地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扎实做好 吉林各项工作 努力创造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韩俊代表说 中央纪委工作报告 处处彰显对党的绝对忠诚 处处彰显后执党的 执政基础的不懈追求 处处彰显将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的鲜明导向 党的十九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前所未有的定力和勇气 全面从严治党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持续巩固 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得益于纪检监察干部的辛劳付出 党章修正案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党心民心 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最新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 把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中央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 写入党章意义重大 把新时代新征程的行动纲领写入党章意义重大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论述 写入党章意义重大 我们将深入学习党章和中央纪委工作报告 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强保证 张忠代表说 中央纪委工作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反映出五年来纪检监察工作 坚守政治站位 顺应发展大势 体现实践特色 取得显著成效 对报告有三点突出体会 一是充满了历史自信 二是弘扬了时代精神 三是彰显了使命担当 贯彻落实报告精神 必须在学习领悟 政治监督 防治腐败 健全体系 自身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不断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 张慧代表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 高瞻远瞩 思想深邃 通篇贯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刚领性文献 组织部门将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大赋予组织工作的新使命新任务 结合实际 文化和做好 吉林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确保党的二十大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渐行渐效 李明伟代表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是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动员力 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和社会感召力的报告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报告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主线 以推荐法治吉林建设为中心 以全面从严管党致警为保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节点 贡献政法力量 秦颖代表说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教育战线的代表 将深入学习贯彻报告中 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 把党组织和教育工作者的信任和重托 转化为强大动力 不忘初心 克尽职守 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办人民满意教育 贡献更大力量 于彦华代表说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 就业市场越来越繁荣活跃 作为就业服务一线的代表 我将使之不渝 做好劳动者的贴心人 企业发展的暖心人 地方发展的护航人 卫广军 卫广军 谢忠言 李小杰 洪庆 王爱明 吴亚琴 武大靖 曹和平 韩丽 金文林 方鸿等代表分别发言 昨天晚上出席党的二十大我省代表团 在北京展览馆共同参观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景俊海 韩俊参加 展览 展现事业发展的新局新貌 又揭示变革背后的力量和动能 既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引领 思想指引 又反映广大人民群众 团结一心干世创业的良好风貌 展览设续听 中央综合展区 地方展区 展望展区 室外展区和互动展区 六个展区 运用图片 实物 模型等六千多项展览要素 全面宣传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我国各领域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吉林展区内 吉林元素光彩夺目 令代表们倍感亲切 兴奋不已 一汽红旗汽车 吉林一号卫星 中车常客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大型农业收割机械 展厅全景市 全方位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吉林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吉林振兴发展 取得的新成绩 新变化 今天下午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 举行第一场集体采访 吉林省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省委副书记刘伟 向中外记者介绍了 我省代表团 学习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刘伟介绍说 吉林代表团一致赞同 坚决拥护党的二十大报告 一致表示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 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努力在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中 体现新担当 实现新突破 展现新作为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吉林力量 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记者 吉林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取得成果和下步举措施 刘伟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视察吉林 为吉林振兴发展 把脉定向指路领航 十年来 吉林广大干部群众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 隐隐嘱托 坚决扛起 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 重大责任使命 全面实施 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振兴发展 进入上升期和快车道 下一步 将牢牢把握 新时代新征程目标任务 用率先突破的实际成效 向习近平总书记 向党中央 交出圆满答卷 在回答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记者 吉林省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时 刘伟说 吉林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去年 全省粮食产量跨上800亿斤台阶 增长率居全国前十大产粮省第一位 今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坚持藏粮余地 藏粮余气 率先启动建设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在全国率先出台 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 大力支持现代种业创新发展 积极推动农机农技农业融合 全力推进3000亿万工程 努力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下一步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正当农业现代化排投兵重要指示要求 持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 努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做出更大贡献 吉林代表团代表在讨论时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 是一份全面阐述过去五年工作 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 求真务实的报告 是一份全面剥划未来 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光辉前景的报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全国人民前进的动力 更加强大 奋斗精神更加昂扬 必胜信念更加坚定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将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发展是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近十年 拓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共同赋予取得新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的实力 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 国民生产总值 从54万亿元 增长到114万亿元 成绩是令人振奋的 应该说十年来 吉林省的经济 吉林省的社会发展 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营商环境在改善 比如说原来用11天 能够办完的注册 现在一天就能办完 目前市场主体 已经达到了300万个 真正做到了 小企业铺垫盖地 中兴企业良性发展 大企业顶天立地 吉林这十年 也是人民生活品质 有着显著提升的十年 与全国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其中保持民生投入 就占我们财政支出的 80%以上 以向向会民政策 充分展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 17号上午参加党的 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 深刻阐明党的二十大 报告的重要历史意义 鲜明指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要做到五个牢牢把握 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要牢牢把握过去五年工作 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 重大意义 牢牢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号巨轮 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深刻领悟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精髓要义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撸起袖子加油感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 要理解 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 运用好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 加强理论武装 是我们党不断发展进步的 一大法宝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集体智慧 宝贵实践的结晶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 根本的遵循 因此我们必须系统地学 全面地学 准确地学 理论联系实际地学 作为党校教师 在教学中 引导党员干部 坚持好 运用好 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 方法 在科研上 形成一批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 和决策咨询成果 当好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创新理论的排头兵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紧紧围绕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以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扎实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大家表示 要在学习贯彻中 认真领会 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这六条 从而深入领会 党的创新理论的 道理学理哲理 做到知其言 更知其意 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 学中干 干中学 学用相长 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 贯彻落实到 党和国家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 一步一个脚印 把党的二十大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付诸行动 限制于成效 作为基层社区党委 我们将带领广大党员群众 听党话 跟党走 全面开展党界引领 幸福小区创建活动 围绕群众的 极难筹判问题 开展好我们的创新工作 希望一处想 这是一种团结的象征 进而往一块石 这是我们取得 胜利成果的一个推动 看看我们小区这个环境 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给我们老百姓 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坚持人民至上 更是给我们的工作 指引了方向 我要和大家一起 撸起袖子加油干 夯实基层党组织 坚强战斗堡垒 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特赦养殖 搞好粮食生产上下功夫 努力让百姓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这十年 有涉滩之险 有爬坡之坚 有闯关之难 党和国家事业 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大家表示 要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坚定信心 守正创新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篇章 一定牢记总书记的 尊尊嘱托和音音希望 恪守政治本色 高举思想旗帜 努力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二十大时光系列报道 今天继续关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热烈反响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 要团结奋斗 创伪业 同心协力 向未来 从极化一百二十万吨乙烯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 重大项目建设现场 到解放红旗装配车间 到城市广场绿地公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 传遍全省大地 大家表示 十年成就鼓舞人心 宏伟蓝图催人奋进 要在新征程上 戳力奋发 笃行不待 作为极化人 我和全国人民一样 也是心情激动 目前呢 吉林实话公司的 转型升级项目 全面开始开工建设 我们将借到 二十大对东风 以二十大精神为指振 按期建成投探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 我们一定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在全省构建 大就业格局 努力打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覆盖城乡 便捷高效 普惠军等 智慧精准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 实现自认发展的机会 总书记的报告让我备受鼓舞 充满前行的力量 我将以此次会议精神作为工作和生活中的风向标 坚持用脱心思维 毛化技术改良和工作方法革新 扎根铁塔银线守护好将成百姓的万家灯火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汇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长春市宽城区 长山花园社区 正在按照总书记的嘱托 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推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 在十年之内你看 家有了汽车 原先那小煤气罐 现在变成了天气 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 感到无比的幸福 我们也是深入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若有所俗上持续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 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 创造新的伟业 大家表示要团结奋斗 在新征程上争取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报告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关键在党 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长度领航下 我们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扮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时矚目的重大成就 我们将紧扣财政重点工作 积极谋划有效举措 持续增强财力保障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为加快实践 进行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财政贡献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 新时代 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作为高校宣传干部 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的首要政治任务 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师生 用党的初心使命赶召师生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轮 行稳志愿 汇聚青春力量 对未来开启的伟大征程 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我将立足本职岗位 践行新发展理念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 积极努力工作 二十大报告令人振奋 吹人奋进 关系到全党 全国每个人的梦想和未来 更是提振了全体消防救援队伍的 整体士气 我们将全面提升打赢能力 确保朝日寄来 来自能战 战之必胜 在新时代 新增程上 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 出行有免费公交 吃饭有四民食堂 整个城市就像大公园一样 美丽 漂亮 二十大的召开 更是让我们坚定了 幸福就是奋斗出来的 我们也会继续地努力 相信我们的生活 一定会更加美好 更加有叛徒 日前 吉林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等院所 组成的专家组 对省农科院大豆所牵头实施的 公主岭市双城铺镇旅家电村 高产示范田 大豆品种 吉林303代表地块 进行实收测产 最终折合产量为 321.4公斤每亩 刷新了我省大豆高产记录 吉林303于2014年通过省审定 2020年通过国家审定 连续7年被推荐为 吉林省主岛品种 具有高产文产特点 在西部地区耐严检特性突出 入秋以来 浑春市持续推动 中华秋沙鸭保护工程 定期开展监测和巡护工作 对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和空间分布 进行连续调查和记录 同时结合浑春河流域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重点围绕改善栖息环境 加强监测保护 全力提升中华秋沙鸭的 栖息繁殖环境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 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 重点场所防疫 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来看今天的防疫提示 在采取人员健康监测 清洁消毒 通风换气 个人防护等防控措施前提下 各类重点场所正常营业或开放 建立健康监测制度 做好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登记 对进入场所的工作人员和顾客 进行体温检测和核验健康码 体温健康码正常者方可进入 严格根据所在地区 疫情风险等级和场所实际情况 控制人流密度 提醒人员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出现人员聚集 确保有效通风换气 温度适宜时 尽量选择自然通风 每日开窗通风两至三次 每次20至30分钟 增加电梯公共卫生间等 公用设备设施和门把手扶梯扶手等 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瓶次 保持公共区域和办公区域环境整洁 及时清理垃圾 公共卫生间应配备足够的洗手液 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有条件时可在电梯口 咨询台 收款台等处 配备素肝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 加强工作人员健康培训 做好个人防护 工作人员工作期间 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 N95或KN95颗粒物防护口罩 或以上级别口罩 戴一次性手套 乘客或顾客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或以上级别口罩 推进无禁忌症 符合接种条件的工作人员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加强健康宣教 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 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微信和及时通口读段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